你是否被人骗过钱呢 千万要注意眼前这个人 他是美国史上最厉害的骗子 还不到19岁 就骗了400万 不仅如此 他还冒充飞行员 免费飞行200万英里 游历了26个国家 凭借着卓越的造假手段 在他出狱后 甚至收到了FBI发出的邀请 摇身一变成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研究员 这个男人叫弗兰克 出生在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 父亲是名成功的企业家 从小他就将父亲视为偶像 一家三口的生活和睦幸福 直到有一天 父亲因生意失败导致破产 家里的汽车被收走 就连唯一的别墅也抵押给了银行 一家人无奈之下 只得搬进狭小的公寓 弗兰克也由贵族学校转到了普通高中 他西装革履 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刚来到学校的第一天 他就被校爸狠狠地问候了一番 等弗兰克走进教室后 校爸嘲讽他长得真像代课老师 这句话让弗兰克脑中 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大胆地站到讲台上 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校爸摇了摇头 觉得这次要玩独子了 后排的学生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弗兰克立马大喊一声 这下年少无知的学生们信以为真 纷纷配合 接着弗兰克为了树立威严 让校爸上讲台 大声地给同学们网诵课文 没多久 真正的代课老师来了 是个弱弱的老太太 就这样 真正的代课老师被他三言两语打发走了 不久后 这是东窗事发 但时间已经来到了半个月后 这段时间里 弗兰克不仅给学生布置了作业 甚至还在昨天的家长会上许诺 已经为学生们毕业后找工作指明了方向 恋对如此调皮又能干的儿子 父亲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对儿子会心一笑 弗兰克不仅有高超的表演技巧 还有常人所不及的观察力 仅凭一眼就看出女同学的架条是假的 因为家长给孩子们写好架条后 孩子都会折好放进口袋 其他孩子的架条都折叠着放在口袋里 而女同学的架条上没有折痕 显然是撒谎啊 尽管生活不如意 但弗兰克的人生还算过得去 直到这天回家 一位陌生男人的出现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 正是因为这个男人 父亲和母亲提出了离婚 律师让他在文件上签字 选择跟父亲还是母亲 但是一个16岁的少年 面对父母的冷漠 直接崩溃了 他谁也不跟 而是夺门而出 选择了离家出走 随后来到火车站 他想就此离开这个伤心地方 但身无分文 不仅无法买火车票 还被赶出火车站 在没钱的情况下 弗兰克凭借聪明的脑瓜子 盯上了手里过期的支票 男人用小刀刮掉支票上的数字 然后用圆珠笔图改 接着小心地盖上甲的签名 一张伪造的支票就制作完成了 可他一副穷酸样 还是被银行职员一眼看穿 好在他只是个孩子 才免去了牢狱之灾 弗兰克失望地走在大街上 很快被一旁的飞行员吸引住了 他们高大帅气 身边还有大批空姐陪伴 进酒店时也是经理亲自接待 甚至有孩子跑来寻求他们的签名 弗兰克灵光一闪 决定要伪装成一名飞行员 他先是来到航空公司 冒充校报记者采访航空公司领导 顺利套取了成为飞行员的许多细节 随后他又冒充航空公司职员 以制服丢失为借口 成功找到了定制飞行员制服的工厂 等到结账时 弗兰克却头疼了 因为这里只接受现金支付 但幸好老人提醒了他 只要爆出飞行员的功耗 航空公司就会为他报销 凭借英俊的外表和帅气的制服 弗兰克很快赢得了人们的青睐 他再次去银行对现假支票时 得到了不同的待遇 因为飞行员制服的加持 银行经理亲自接待他 成功兑换了大量现金 就这样 弗兰克住进高档酒店 他将飞机模型浸泡在水中 小心地取下标志 贴到伪造的支票上 再用书本压实 凭借航空公司的金字招牌 弗兰克成功地换取了大量钞票 从此 他还多了一份工作 就是伪造更多过期支票来维持生活 在闲暇时 他会来到机场 大胆地询问飞行员 是否可以免费搭乘航班 就这样 他免费乘坐航空公司的飞机 飞行了200万英里 甚至游历了26个国家 期间毫无破绽 凭借强大的观察力 在一次兑换支票时 他盯上了一个不安适适的贵员妹妹 在他的介绍下 弗兰克得知了支票打印机的存在 有了这东西 他伪造的支票才能做到极致美 于是他在拍卖会上 买下了一家破产银行的打印机 但也因为他的疯狂行为 很快引起了FBA的注意 卡尔找到了最后一张支票的兑换地点 老板也表示弗兰克就住在这里 然而当他到达时 发现房间空无一人 他对着卫生间大喊里面的人出来 弗兰克这时异常镇定 谎称自己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并以一副专业的态度分析现场情况 仿佛卡尔才是那个伪造支票的通缉犯 他甚至把钱包递给卡尔 表示里面有自己的证件 并指着楼下的两个男人 说嫌犯已经被自己的同事押送上车 殊不知 那两个男人正是弗兰克刚刚认识的人 高超的演技直接让卡尔信以为真 而弗兰克借机带上证物离开 就在卡尔刚松口气时 他鬼使神差地打开了钱包 没想到里面全是小卡片 如此重要的通缉犯 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经过这件事后 弗兰克信心爆棚 他再次冒充记者来到航空公司 得知飞行员在退休后 每月可以收到公司寄的大笔退休金 有了这张长期饭票 弗兰克开始潇洒起来 不仅把自己想象成了007中的邦德 甚至在圣诞节这天 主动给卡尔打去挑衅电话 声称自己就在酒店的3113房间 被骗过的卡尔 自然不信他的鬼话 开始嘲讽弗兰克会打这通电话 就是找不到信任的人聊天 没想到这戳中了弗兰克的痛点 他果断挂掉电话 离开了他口中的3113房间 一次偶然的机会 卡尔从服务员口中得知 弗兰克随便编出来的一个人名 竟然是漫画里闪电侠的名字 看来这个诈骗天才还只是个孩子 顺着这条线索 他找到了弗兰克的家里 通过毕业手册上的照片对比 卡尔很快锁定了弗兰克 而此时的弗兰克厌倦了飞行员的生活 百无聊赖地来到医院 遇到了一个可怜的小护士 于是他灵光一闪 谎称自己是前来应聘的主治医生 凭借高超的伪造技术 很快一张哈佛医学院的毕业证 就呈现在了院长面前 见他是哈佛的高材生 还有六年的行医经历 弗兰克很快就当上了主治医生 面对帅气多才的男人 小护士瞬间被他折服 得知小护士的父亲是名检察官时 弗兰克又开始语出京人 说实在的 我正考虑回到法律这行 天哪你到底是医生还是律师 男人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溜的骗子 他身上最大的谜团不是骗倒无数人 而是他如何通过律师考试的作弊手段 也正是凭借着这份无上的荣耀 让他最终抱得美元归 订婚的那个晚上 不料FBI找上了门 急紧的弗兰克察觉到危险的气息 于是拿出一箱钞票准备逃跑 女友十分惊讶 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 弗兰克就准备跳窗跑路 临走前 他告诉女友 明天上午他们在机场会合 等卡尔找到这里时 弗兰克早就没了人影 第二天 女友暗约来到机场 但弗兰克却没出现 原来他早已埋伏在车里 偷偷观察周围 FBI在他抵达机场前 已经在机场设下天罗地网 因为他的面容早已暴露 想从机场逃离简直难于登天 但他是美国最聪明的骗子 他灵机一动 拨通了当地一所大学的电话 弗兰克再次穿上机长制服 以泛美航空的名义 宣布要选拔八名女孩作为空姐 经过精挑细选 在这八名空姐的掩护下 弗兰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机场 联邦探员们看到这些空姐时 被他们迷得神魂颠倒 而弗兰克紧紧跟随在他们身后 成功登上准备离境的飞机 同时 FBI抓到了一个嫌疑员 原来他是弗兰克 故来冒充飞行员的 目的是为了吸引FBI的注意 而此时的弗兰克 已经悄悄地坐上了离境的飞机 逃之夭夭 七个月后 弗兰克再次暴露行踪 他伪造的支票在欧洲多个国家出现 根据支票最后的兑换地址 卡尔来到法国 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 再次找到了弗兰克 然而这一天恰好又是圣诞节 显然 卡尔有备而来 他告诉弗兰克 外面有50名法国警察 只要他走出这个门 必定会被他们乱枪打死 除非弗兰克自己戴上手铐 性命攸关 弗兰克最终选择相信 他乖乖地让卡尔给他戴上手铐 然而当他们走出大门时 外面却空无一人 弗兰克笑了 骗子大师也有被骗的一天 弗兰克被引渡回美国 然而在回国的飞机上 他竟然拆开马桶 逃到了飞机的起落架上 这次他又逃走了 但这次他并不是为了骗人 而是为了找回一个答案 原来 就在飞机上 卡尔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他的父亲已经去世 弗兰克自知罪孽深重 他只想在临死前 见上自己的父母一面 然而当他来到母亲的新家时 接待他的却是一个小女孩 此情此景 让弗兰克心灰意冷 在这个世界上 他已没有什么可留恋了 卡尔最终也找到了他 然而这次弗兰克并未选择反抗 而是乖乖地坐上了警车 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 故事的最后 弗兰克决定重新做人 在狱中表现良好 他提前获得了假释 并在卡尔的邀请下 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研究员 弗兰克从此改头换面 不仅帮助FBI破获了许多支票伪造案 还设计了多种加密支票 因为极其专业的安全性 他所设计的支票 至今仍被许多大型银行使用 为了换取他的服务 这些公司每年至少支付他数百万美元 因着跌宕起伏的精彩人生经历 弗兰克也被人誉为 20世纪最伟大的诈骗艺术家